雷帝网的天一月12日报道重新出发的快播创始人王欣今日表示,新的社交产品应该能让朋友圈重新建立连接,大家不再需要一款像微信一样的长连接的聊天沟通产品。 建立基于场景需求的短连接,能有效降低用户在社会行为中遭受到的社交压力,解决社交失明化后最核心的痛点。 王欣还再次猜出了新团队合照,王欣近期多次就社交领域发表观点,比如,他问,人与人之间的若连接,是被严重低估的一种人脉,这些不吻乎的人脉,若连接构成了人脉暗网,它有更大的空间和自由让你表达。 这样的社交平台,你们喜欢吗?微信比你想象的更强大,所以熟人社交不要碰,但匿名熟人社交可以。 早前,王欣说,团队不断的壮大,大家配合效率和氛围越来越好,师父我待,折服修炼,在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年,将陆续呈现新产品,敬请期待。 当前,处于资本寒冬,王欣也谈极了自身看法,称这个冬天的寒潮,似乎比预期来的更猛烈一些。 不管是资本,福音模式,产品体验,还是大家谈论的股东的一票否决权,每一个都是可以定生死的。 潮水来了能把你推到波峰,也能瞬间把你甩到窝底,谁也不应该有侥幸心理。 对创业者而言,成功,永远在远处。 雷地出网游资深媒体人雷。 建平创办,为头条签约作者。